大家好 关于朝鲜的新闻这一个星期都很火 每天都有新进展 2月19号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放了个风 说朝鲜可能组团到美国来 和美国的前任官员会谈 虽然不是现任官员 但是只要县政府给 这个朝鲜的代表团发了签证也就表示川普政府认可这次会谈 只要会谈有进展就会为美朝双方的正式谈判 创造条件 那么这就释放了一个矛盾的信号 矛盾之处在于上个星期五 迪勒森就是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刚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 迪勒森当面向王毅要求说北京应该给 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那他表现出来的呢是要把朝鲜这个包袱啊 往北京那边推 而中共官方的态度一直都是说啊这个解决朝鲜问题关键是在于美国 只要美国和朝鲜愿意坐下来谈 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朝鲜就不会闹了 所以中共这边的意思一直是把朝鲜这个包袱往美国那边推 那么现在是 北京这边在2月18号宣布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对朝鲜动手了 那么看来是美国的施压是起了作用的 天平的压力呀 就开始往北京这边倾斜了 可是美国现在又突然跳出来 就按照华盛顿邮报这个说法 是美国现在又突然跳出来 愿意和朝鲜谈判 又要把包袱主动 接过来 那这显然是一个矛盾的表现 这个矛盾之处还在于 川普上个星期在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朝鲜是个大麻烦 美国会以非常强硬的态度加以对付 可是怎么叫做非常强硬的态度呢 川普没有具体解释 但是可以肯定和朝鲜谈判 肯定不算是 非常强硬吧 奥巴马是被称作软弱的 在他 第2个任期呀 他也没有和朝鲜有正式的接触 也没有谈判 而川普假如一上来就这么干 那肯定会被批评者说 他比软弱的奥巴马还要软弱 更何况他的内阁都是由鹰派组成的 那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说 就是跟朝鲜谈判这个事成不成呢 要在未来几个星期才看得出来 川普的政策确实体现出难以琢磨的特点 川普自己也表示过 他就是要让对手感觉他琢磨不定 搞不清楚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 谈判的消息是由美国三大报之一的华盛顿邮报放出来 我想最起码眼下 他能起三个作用 第一 他能缓解三胖 短期内发动进一步军事冒险的压力 三胖放了一个导弹 然后呢 中国这边又从经济上制裁他 他的 把他往他能承受的极限 大大推了一步 我们上次讲 他是有可能进一步发动军事冒险 来讹诈别的国家 那么现在放出这么一个风 那么至少对他的这个压力呢 是有缓解的作用 第二 就是中国刚刚宣布了 禁止进口朝鲜的煤炭 美国这边就放出风来说 可能和他谈判 那么三胖就会更恨中共了 第三 如果这个事情 几个星期以后又不成 川普可以说是主流媒体造假新闻 可以打击主流媒体 反正他现在和美国的主流媒体 天天都在推特上打仗 那么这个传闻能不能落实呢 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应该会看到 另外有一个话题 这几天很多人讨论 就是朝鲜第2次爆发战争的问题 就是二度爆发韩战的问题 如果在21世纪再打一次朝鲜战争 会是怎么个打法呢 其实在好几年以前 在网络上就流传有一个 美韩 对朝作战方案的版本 叫做美韩对朝作战5027计划 据说这个编号为5027的作战方案 是由美韩联军司令部提出来的 1973年传出来的 这1994年的时候这个作战方案做了一个大幅度修改 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13年 当然这一类网络传闻呢我想 不用太当真 特别是近期修订的作战方案 它肯定属于高度机密 但是网络传闻他所提出的这种基本的思路 我认为还是合理的 就是按照他传闻这个版本呢 美韩对朝的战略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严密防守 就是驻韩美军 和韩国的军队协同作战 把朝鲜军队的进攻 阻止在军事分界线以南50公里的范围内 尽量杀伤 朝鲜的有胜力量 并且保证首尔不丢失 同时他在这段时间内 在防守的这段时间内完成援军的集结 投入到朝鲜战场 那这个防守的目标对美韩来说肯定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因为首尔的西部和北部都是山地然后就是那种水田稻田比较多 朝鲜虽然有百万大军但是在这样一个地形下他也展不开 所以美韩这边他用较少的兵力他就可以实现防守的目标 特别是他还有装备优势情报的优势 有空中优势有人员训练的优势等等 所以呢 在第2次韩战一旦开打的时候早期防守的目标是比较容易能做到的 第2个阶段就是发动反攻了 就是美韩联军 由南向北攻入军事分界线的朝鲜一侧 第3个阶段和第2个阶段大体上是同步的 就是在朝鲜的东部或者东北部沿海 再开辟一个战场 按照那个5027计划传闻的说法呢 是在朝鲜东部的圆山那一带 美军登陆 登陆的美军呢 由东向西运动 由东向北运动 然后再向南做一个旋转 和从三八线北上的美韩联军一起 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前行攻势 在平壤城下会施 整个战争在两个星期内结束 所以大体上呢 他这个战略就是分成这三 这三步 那不难看出呢 这是一个基于传统运动战思路所设计的一个战略 那这种战略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还适不适用呢 我个人的看法 只要是进入了地面战争阶段 那么这个基本观念还是适用的 因为他的基本观念是由朝鲜的地理位置和他的 地缘政治环境特点所决定的 对朝鲜的终结之战 免不了还是要采用南北夹击这种设计 从南向北突破三八线 去攻取平壤 这一路呢我们就不说了 在朝鲜的东部或者东北部登陆 采取由东向西 由北向南 这一路也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防止朝鲜的军队向北撤 撤到中国境内去 以及监视中共军队的行动 避免再次出现这个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那种情况 就是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打了联军一个措手不及这种情况 之所以这个第二战场会选择在朝鲜的东部或者东北部登陆呢 是因为朝鲜的西海岸是黄海 你要在这里集结 要在这里行动 调动大部分军力的话呢 它是在中共的整个眼皮子底下 它既不利于保密 同时也会让这个中国大陆感受到太大的威胁 而朝鲜的东部外海呢 那属于日本海 是吧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它行动比较方便 而要真正的想把朝鲜战争局部化 它关键的还真的就在于朝鲜的东北方向登陆的这支美军 它应该是登陆以后 先是由东向西运动 沿着中朝边境线平行 占据几个有战略前哨作用的地点 留下一部分防守兵力 监视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行动 然后它的主力做一个向南的旋转 直屈平壤 陈破空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川普政府能够和 俄国结盟 那第二次朝鲜战争一旦开打的话呢 可以由俄国出兵朝鲜的北部 并沿着中朝边境 这个方向来部署 沿着中朝边境或者与中朝边境相平行的一线来部署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中共就绝不会冒着和俄国决裂的风险投入寒战 这个想法 他要最后能变成实际的当然好了 但是我想难度是很大的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因为就算俄国想和美国修好 他也不至于说去牺牲他和这个中共之间的半结盟的关系 而且普京无力不起早 你想让他参与对朝作战这么大的事情 那你得给他很大的好处交换才行 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 那这个战略 刚才讲的这个战略 他必然也加进很多别的内容 包括斩首行动 定点清除 特种作战等等 对朝鲜的精确打击 当然包括他们的领导人 核设施 雷达通信 仓储物资 还有前线的那个远程大炮的阵地 都是应该要加以重点清除的 假如说美韩有意思要对朝鲜动手的话 那当然 从美韩的立场来讲 从军事的角度考虑是越早越好 因为朝鲜的导弹 目前他发射这个机动能力还比较差 他的这个中远程导弹主要还是在陆地发射井 这部分的比较好对付 他有少量的铁路机车和大型牵引车作为发射平台的 也是比较好对付 所以 以美国的军事能力来讲 他第一波打击就能摧毁朝鲜大部分的导弹发射装置 朝鲜如果有反击能力的话 还能发射一些导弹的话 就交给萨德反导系统去解决 如果拖得越久 当然朝鲜的导弹技术就会越成熟 他的导弹能够小型化 便于隐藏便于机动 特别如果他有了像潜艇这样的发射平台 可以从水下发射导弹 你要对付他难度就大很多了 美韩在今年三月上旬中旬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据说这次演习的规模会超前 那这就是一次集结兵力的机会 那有没有打的意思呢 那要看他到时候动员的兵力有多少 而且真要打的话 在 朝韩这个军事分界线靠韩国那一侧地区 也会有一个行动就是紧急疏散居民 也许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么做 但是一旦这种事情出现 那就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一个信号了